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高牙内狗将人士不管这些不达目的还不罢休 四大名著水浒专里受害最大的就是东京八十万进军教头林虫 林虫的娘子庙会中自从遇到了高牙内就像招惹到了瘟神甩都甩不掉 尽管人们对高牙内的花心之举感怒不感言 却还是送给了他一个外号 花花太岁 从高牙内的所作所为来看 他被人称之为花花太岁 一点也不亏 通读水浒传 袁一元留心发现 有一位梁山好汉被称作花和尚 水浒传中 鲁智深落剑不平一声吼 亦就金翠莲 杀死了朕关西 到五台山出家当了和尚 虽然他不守多门清规戒律 犯了出家人的一大戒绩 不爱喝酒 与吕犯错 但这些错与女性没有一点关系 在古人的风花雪月中 有一个较为正常的洗俗 喝花酒 望清楼 《红楼梦》中曾谈到 酒具五谷之精髓 及天地之灵气 及日月之精华 酒买人生命之一部分 亦是人灵魂之一部分 酒往往也于四 财 气 联系在一起 被称为四滩 四祸 酒是穿成毒药 四是刮骨钢刀 才是下山蒙古 气是惹祸根苗 那么 鲁智深得名花和尚 又是不是与他喝花酒的习惯有关系呢 在古代 花酒是一种文雅的说法 主要是指在清楼或酒馆摆下酒宴 同时不忘找些歌技作陪 说一些情绪不太高的话语 在行酒中寻欢作了 展开全文整部水浒传通读下来 袁医员发现 鲁智深虽然爱饮酒 却没有喝过花酒 更不喜欢花天酒地的生活 可见 鲁智深不喝酒对美色不太关注 喝酒时 也不喜欢这些 不爱喝花酒 生活中的一些作为与花心是不是有关 翻越水浒传 看看鲁智深的一生主要作为 除了三权打倒阵关系 还有五台山道拔锤杨柳 就临冲大闹野株林 生秦方辣 活捉笑喉成 自理行先没有一件事 是犯了女子的 既然人也不花 心也不花 鲁智深又是到底为何又被冠野花和尚之名呢 在这问题 袁医员在水浒传第十七回 花和尚单打二龙山 青面兽双夺宝珠寺一章节中 鲁智深曾告诉杨氏 自三权打死战关系后 在五台山削发为僧 人们见到撒家背上有花秀 都喊它为花和尚鲁智深 据说 鲁智深身上所闻的花秀 是花中四君子 梅花 原来 鲁智深的外号 花和尚之名中的花 此花并非笔花 水浒传中 鲁智深是三十六天罡星之一 对应着天上的天孤星 在梁山一百零八丹江好汉 中 排名第十三位 由于他一生为人正直 性格豪爽 其恶如丑 见义勇为 在梁山伯利次战役中 勇猛无比 屡见其功 清朝而远 渐信而计 最后 鲁智深功成身退 不贪恋功名 作画于杭州全塘江河畔 中成一带高僧 被追四围 一列召际禅师 就此话题 您有哪些看法或高见 欢迎留言互动 参考资料 水浒传 中国神话 中国民间传说 中国佛教等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音乐 音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